新北是一名无性男子在脸书上头用隐晦的文字留下要自杀的讯息 没有想到网友看到之后不但有人接着按赞 还有人亏他文笔很好 那么等到家属发现讯息之后赶往救援 不过这名男子早就已经弃绝多时会填法术 脸书上一张张的照片流露出阳光般的笑容 住在卢州的无性男子年仅34岁应该是人生的巅峰 却疑似因为债务问题逼他走上绝路 周四晚间在租屋处被人发现烧炭自杀身亡 根据了解无性男子平时没有使用脸书的习惯 他在自杀当天第一次在上面留下大段文字 里面有枯叶中要掉落来预告自己的死讯 还感谢自己的妹妹多年来了支持与支柱 但是他终于要离开了 没想到这段文字 投上网不但有人上去按赞还有网友亏他看不出你文笔这么好 家属直到四个小时后才发现这段文字报警救人 但是已经为时已晚 警方也奉劝民众如果看到类似的讯息应该及时报警 也许就能挽救一条宝贵的性命 也许就能帮助我来说 好